上周日是休斯顿地区小朋友今年暑假最期待的一天 每个人拖着行李准备暂时告别家人 参加期待已久的CYC下令活动 许多第一次报名的学生 充满好奇的希望在这七天中感受新的事物 及认识新的朋友 相对来过好几年的学生 还是满怀期待的想认识更多新朋友 我喜欢去CYC每年 因为每年你可以见到新的朋友 然后玩得好开心 我第一年来CYC 我很感兴趣去见新的朋友 看见点新的东西 一大早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到巧教中心 大家守秩序地排绳两列准备报到 CYC下令营活动主任刘嘉文 带着年轻义工在现场受理团圆报到 家长和子女当下做了这一周 最后一个温馨的拥抱后 小朋友进入等候区等待上车 对许多第一次参加下令营的学生而言 即将离开父母一周的时间 对自己将是一次很大的考验 大家心中是既紧张又兴奋 而许多父母也对子女即将离开身边 参加这一次团体生活的同时 希望在其中接受到更多平常接触不到的训练 因此也好奇一周过后 子女将会有什么样的转变 今年我决定把我两位小孩子 一个九岁的男孩跟九岁的女儿 送到CYC的下令营 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这个下令营 那以往我有许多朋友 那他们的小孩子都有参加 然后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的好 所以今年我就决定说 让他们参加这个下令营 一方面可以让小孩子 跟别的小孩子有相处的机会 让他们自己就是说 在UT Austin独立一个礼拜 那他们也是很兴奋 那我们做大的也是很兴奋 这我们第一年让小孩子来这个节目 因为我们觉得去 让他们学习怎么自己独立生活 然后了解一下UT的环境是什么样子 所以对他们来讲也好 这对我们也好 我们当然会想他们 但是希望他们能够 快快乐在那边过一个礼拜 今年报道的程序做了调整 团员完成报道手续后 随即被安排到等候区 行李则由CYC义工负责搬上巴士 让整个过程简然有序 节省了许多时间 今年我们有四班的巴士 一个巴士都有四十到五十小孩子 所以我们今年要到Austin Texas 我们夏令营 我们今天在这边 有很多以前的councilers和ACs 他们来帮忙 我们的check-in是比较不一样 去年是很长的check-in 我们今年很快的check-in 我们把全部的小孩子都在巴士上面 他们要都到Austin CYC今年报名人数暴增到两百多人 报名者国籍也逐渐朝向多元化 让年轻一代从小就彼此相互交融 不同文化背景的观念 未来也渴望在社会上成为 相互扶持的好伙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